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广泛破壞 这也搅乱了美国大选的节奏 而这也是佛州两周之内 第二场飓风 飓风过境期间 所引发的几十场龙卷风 将房屋撕成了碎片 并造成至少16人死亡 超过300万用户电力供应中断 而飓风面前 特朗普和哈里斯 在救灾政策和气候问题上 调达了截然不同的立场 特朗普更是抓住 上一次风在政府救灾不力 猛烈攻击拜登是睡着了 而民主党和共和党 佛州州党 斯特桑蒂斯 互相不接电话的虚假消息 也是漫天飞 百年飓风 米尔顿为何会引发 两党的剧烈争吵 好 今天晚上的全局连线 华盛顿直播间 有凤凰卫视驻华府记者 孙海若带来这次 飓风的最新消息 另外在北京现场 为您请到的是 外交学院战略与 和平研究中心主任苏浩 上海现场请到的是 富丹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 双方一起连线解读 目前哈里斯和特朗普 民调几乎持平 后续选战如何进行 首先来看李明珍的这段报道 一场飓风从美国 佛罗里达席卷到了华盛顿 10月9号被称作是 世纪飓风的飓风 米尔顿登陆美国 佛罗里达州 在大约一天的时间里 米尔顿红穿佛罗里达中部 数十次龙卷风接连发生 逾百万户断电 更造成了至少16人死亡 数十人受伤的惨剧 而米尔顿在佛罗里达的登陆 也同时在美国大选的选战中 掀起了风浪 如何应对飓风灾害 带来的破坏 成为了美国两党的 重要角力场 飓风登陆当天 美国总统拜登随即推迟了 前往德国和安格拉的京城 并与相关官员商讨 灾后救援工作的安排 然而拜登政府的救援工作 却被特朗普拿来大作文章 9号特朗普在美国关键摇摆州 宾夕法尼亚州展开集会时 细数拜登和哈里斯的罪状 抨击拜登政府 根本没有做好工作 拜登和哈里斯 当然不会任由特朗普泼脏水 你泼我脏水 我执你无情 两党间不放过任何机会进行的 你来我往的抠水账 就有外媒评价称 这场飓风灾害 已经成为了美国民主党 和共和党间的政治工具 根据最新民调显示 特朗普和哈里斯间的选情 仍处于胶着阶段 虽然有数据显示 哈里斯在全美范围的支持率 仍领先于特朗普 但就9月的数据来说 领先幅度已然缩小 同时在几个关键摇摆州的民调中 哈里斯和特朗普的选情 由南分上下 就有分析称 哈里斯在辩论后的光环 正在逐渐黯淡 而对于哈里斯自信满满的辩论 特朗普已先后两次表示 在部分州已经开始投票的情况下 拒绝进行第二轮辩论 由此看来 2024美国大选的悬念 或许将保留到最后一刻 不论是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 筹集到十亿美元竞选资金的哈里斯 还是坐拥大量金主支持的特朗普 都在摩拳擦掌等着最后一刻 而席卷佛罗里达的飓风 和近期不断升级的中东局势 是否会让十月惊奇 在今次大选上演仍未可知 飓风洗美两党互攻 政治风暴如何演变 民调胶着难分胜负 或许会否还有反转 自然灾害中东乱局 还会如何冲击选情 两斗俱伤 距离美国大选 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 这场飓风风在是如何成为 两党博弈的政治工具的 以及后续有怎样的影响 今天请出专家和学者 为你做深度分析 好 首先连线的是 在北京外交学院教授苏浩先生 我们看到米尔顿飓风 是世纪最强飓风了 而更令人单说的是 两周之前 佛罗里达州刚刚经历了 另一场飓风海伦尼 可以说灾后处理还没有结束 现在世纪最强飓风又来了 这场飓风到底给共和党和民主党 怎样的考验 对 在最近的15天之内 美国遭受了两场 手无前例的这种巨大的 这个飓风的冲击 那么在十多天前 9月底所爆发的这个海伦飓风 实际上已经给佛罗里达 给这个乔治亚 给这个北卡路莱纳 南卡路莱纳 都造了非常大的这种损害 那么在损害过程当中 实际上很显然 当时的民主党 如果它的传统是注重于 外交而失去于内政 那么在这一次处理 巨峰问题上再次显现出来 当时的这个拜登政府 现在更多的还关注 这个俄乌的冲突 关注这个巴以的冲突问题 就更多的注重怎么样的 给予他们一些经济的拨款 和援助 而恰恰对国内的这个 这个巨峰的这个巨大的灾难 似乎显得自理无力 某种程度甚至它的经历 也不在这方面 所以这个问题就给了这个 共和党的特朗普 抓住了把柄 那么在今天 昨天刚爆发的这场新的这个预风 这个米尔顿预风 实际上再一次 又体现了这个民主党 这方面的治理 还不够有力 那么特朗普呢 第一时间到了这个灾害的现场 进行了这个所谓的 他的这个政治上的秀的一个表示 尤其以此来批评民主党 批评他的这个政治对手 哈里斯在聚崩面前 在灾害面前 没有及时的进行处理 尤其他们互相之间 民主党内 还虽然这个电话之间 互相之间沟通的不唱 那么导致了他很显然 在治理这个巨峰大帧的这个不利 所以由此而给了这个 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 实际上贴上了一个 不能积极的这个治理国家的 这个内政 不能跟好多人应对巨大的灾难 和这个危机的这个形象 实际上这个行为 给民主党的这个哈里斯 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 从这个角度来看 给特朗普一定程度上 可能会有一种家伙的作用 好 这个部分也请张家动先生 来探探您的观点 是否确实是如刚刚 苏赫教授所说 民主党过去所有的经历 都在中东战场 在地缘政治战争 而忽略了突如其来的 风灾的应对 这是否暴露了 就是民主党应对方面的缺陷 那另外我们看到 媒体上的消息也是满天飞 什么德桑蒂斯打电话 给拜登 拜登不接 然后互相打电话 也是有各种口水账吧 在这样的背景下 您觉得这些传言 是有可能是真的吗 这暴露了两党怎样的分歧 这其实两个党没什么分歧 所谓的分歧就是一个执政 一个在野 那么竞争对方 他一定抓住一切的机会 去攻击这个对手 那现在执政那里 他是民主党 那谁执政谁负责 现在不管这个事 干得好不好 谁出了 那肯定执政党在负责 那这样子 特朗普共和党 他就有先手 对吗 那民主党拜登 总不能去攻击特朗普 因为他不执政 所以这确实是 特朗普的一个先手牌 不管拜登团队 干得好还是坏 那么特朗普 民主党都会说他坏 这是肯定的 这跟他事情干得好还坏 没什么关系 这是一个 另外我们要理解 美国的治理模式 美国它是个联邦制国家 它在这个灾害治理上 它采取的是一个 叫分级管理 足级响应的这么一种模式 它在很多灾害上 都是这么一种模式 也就是要 首先要由基层政府来应对 如果基层认为应对不了 地方政府要向州政府报告 如果州不行了 州再向联邦政府寻求援助 它是这么一个模式 那么这一次 你其实拜登当局 已经算是提前介入了 他用了很多方法提前介入 他看起预报是一种方法 那么罚除预警 建议老百姓离开 是一种方法 所以他有很多种的 提前介入的方法 但是在灾害发生之前 联邦政府 对这个摘坏本身没法评估的时候 它是没有权力 直接介入到州的事物的 它必须州要来申报才行 所以目前我们得不出 拜登干的好还是坏 不管好还是坏 特朗普都会骂他 拜登都会反击 这是肯定的 这是一种选举政治 德尔蒙蒂斯也会反击 这是他的这个地盘 好 最新消息我们一刻 连线华府记者海若 海若想请教一下 上一场飓风在佛罗里达州 造成了广泛破坏 造成了200多人死亡 那这个米尔顿飓风 到目前已经远离了 它的整个造成的破坏 还有救灾状况 有没有最新的更新 以及两党对这一场 飓风的到来有怎样的博弈 好的 主播 根据今天早上的最新消息 飓风米尔顿造成了 至少15人死亡 许多房屋受损 约有300万人断电 本次从联邦政府 到地方官员都提前向当地居民 发出了撤离的警告 美国国家气象局更是警告称 这场飓风可能是一个世纪以来 袭击坦帕湾地区最严重的之一 所以当地时间10号 随着米尔顿向大西洋移动 人们终于是远离了危险 总统拜登表示 我们知道是挽救生命的措施 起了作用 美国应急管理局 在短短8天时间内 就花费了90亿美元的救灾资金 救援情况目前来看 也还算顺利 在西岸上有700多名 被困在洪水中的人获救 随着道路与桥梁重新开放 撤离的居民们也在陆续回家 主播 好 谢谢 苏浩教授你怎么看 就是这场飓风成了两党的一个 政治工具和战场 接下来后续还会有怎样的影响吗 对 我觉得这场飓风 在美国来看 本来这场自然灾害 对于国家 对于人民 对于地方的政府来看 都应该取行协力来应对这个飓风 应对这种自然的灾害 也给人民造成一定程度上的 这么一种损害 给予的一种救济和一种补偿 本来这是一个政府所应该做的 当然美国政府 做一下刚才这个张靖师 我谈到 他的这个特定的证明 这种联邦政府的制度 导致了他的治理这方面 有他这个应对的 这个机制化的这种安排 那显然在巨大的这种飓风面前 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 可能就显示了美国政府 他这个体制之下 在应对突发事件 重大灾害的时候 他的管理可能有他的缺陷 有他的不足 那么这种管理缺陷的这个不足 又被现在大选期间的两党 用来做一个政治的工具 把灾害变为了一个政治大选的 这个工具来运用 从而变成了两党之间的 党争的这么一种议题 那么这就让人很感到很遗憾 本来应该大家 无论是在灾害面前 两党应该放下分歧 来共同应对灾难才对的 但现在恰恰 把这个灾难变成了一个工具 来相互来工夫 尤其是对民主党来说 变成了他的一个弱项 而被对手所拿住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我感觉到很遗憾的 就是说美国这个政治 这个学生政治之下 确实这里边显示 它的政治体制的管理 有它的这个缺陷 我们就看到 美国媒体的很多报道 其实对于灾民线的处境 以及补偿 报道的不是很多 反倒是两党的互相攻击 和口水仗漫天飞 但是也可以理解 现在距离美国大选 不到一个月了 而且特朗普和哈里斯之间的民调 越来越接近 甚至有互相超越的情况 好 最近消息 我们继续再次连线 在华府记者海若 海若 请问 两个人现在的这个民调 各家机构 目前的最新结果如何 那舆论有怎样的分析 好的 主播 我们说每件美国大选 基本上都会有一个 十月惊奇 2024年显然就包括了 飓风海伦尼和飓风米尔顿 据美媒分析 如果现任政府能够在救援处 展现出速度 力度与同力心 就会在大选中更加加分 最新民调显示 在七个关键战场轴的数据上 哈里斯和特朗普仍然非常的接近 哈里斯在全国范围内 领先特朗普三个百分点 所有七个摇摆州呢 两个人则相差不到一个百分点 因此只要一两个州的 这个选举情况发生变化 就很有可能导致 两位候选人中的其中一位获胜 飓风是因为刚刚发生 很多数据还在统计当中 所以飓风米尔顿对于选情 究竟有何影响 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不过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两党确实是在 这场飓风的舆论战中 在非常强烈的这个博弈当中 特朗普曾经多次在竞选演讲中表示 民主党一直在挪用救灾资金 没有在真正帮助灾民 拜登和哈里斯则在听取简报之余 不停地向美国民众表示 不要听信谣言 一定要听从当地官员的指示 尽快撤离 拜登对特朗普更是隔空喊话 说你找点事干吧 帮助一下别人吧 哈里斯在10号的竞选演讲中 也表示 现在根本不是玩政治的时候 主播 好 谢谢 来 张扎农先生 其实我们看到媒体报道 这场风灾 其实也暴露了两党 在climate change 就是气候变化 等议题上的一些根本分歧 这个东西会对后续 两个人的支持率带来影响 另外刚刚记者也报道 其实像New York Times的 一个全国民调 好像哈里斯是首度在全国范围内 领先特朗普了 我们该如何解读上身的势头 首先我们知道 美国它从财产救灾的体系里 它是高度社会化的 它其实它的政府 不管联邦政府还是地方政府 它可能在帮助老百姓上有责任 但它在补偿老百姓上 它其实很多时候没这个义务 因为它的房屋 它是有房屋保险的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保险 一辆车也有保险 绝大部分事物都是通过正常的商业渠道 完成的 只有在正常商业渠道 覆盖不了的情况一样 那么联邦政府才有可能介入 像911事件 联邦政府介入 那正常的时候 它可能不需要介入 就是它的独特的社会体系 保障体系所要导致的 所以我不认为 这个巨风本身 到底能有多大的影响 因为美国这个社会 它应对灾害的心理承受力 其实蛮强的 哈里斯的选情 其实从一开始到现在 它总体是领先的 但问题就在于领先的幅度有限 拉不开很大的距离 所以目前我们得不出 某个人一定会获胜这个结论 基本是得不出来 苏浩先生确实也是 今年很多人在谈到大选的时候 就只能用悬念来解读 就是从民调来看 好像哈里斯稍微领先 但是也确实说不好 尤其是摇摆州 任何一个州翻盘 特朗普都可能获胜 另外还看到一个 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在博彩平台 其实更多人是压住特朗普获胜的 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就是民调和博彩平台 到底哪一个更有设复力 对 从过去历史的这个 美国的大选当中的民调来看 因为民调都是主要的一些大报 主流的媒体所做的 然后这个主流媒体 在美国来看 更多就是偏向于民主党 就无论是纽约18 也华盛顿邮报也好 等等这些民调 更多来看 相对来说整体来看 都是对民主党相对要偏向的 那么正在过去的选举 包括上一次 特朗普的大选举 以及上上一次 和希拉里的竞争 那么民调所显示的 更多偏向于民主党 到最后的大选的结果来看 你比方说希拉里和特朗普 当时的竞争的时候 显然 民调并不准 其结果最后导致的是 选举的结果和民调的 这么一个结果 是相违背的 那么这次我看呢 尽管目前来看 哈里斯还相对的比较领先 但领先的优势非常少 在最近的特朗 民调当中呢 纽约时报的民调 只是相差三个百分点 其实这个相差三个百分点的领先 基本上是在政府误差的范围之内的 所以这并不是完全进行说明 这个哈里斯能够绝对的领先 那么尤其是这个呢 是在上个月所做的这个民调啊 那么现在两次灾害出现了以后 显然特朗普利用这个灾害的 这么一个政治化的行为 那么对对手进行攻击 确实一定程度上 民主党哈里斯 在治理这个灾害的时候呢 显然民众 这不是那么非常的认可和满意的 那么这可能对现在的这个民调来看呢 也会有一定的消极的影响 对民主党来说 就目前来看呢 我觉得这个对民主党来看 对哈里斯来说 这次这个灾害以后 可能对他会是一个消极的这种影响 好 来 张栋先生 刚刚提到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啊 就是根据过往的经验 确实很多时候 民调领先的时候 最后投票结果出来 是截然相反的 就引发了这个民调到底准不准 那对于两党候选人 他又该怎么打这个选战 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到目前为止 两党的这个竞选经费 已经达到历史最高 这是否有从侧面印证了 就是今年大选 有可能是历史上 最激烈的一场大选 首先这个民调的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大选 本来就是个黑箱 再好的民调 都有不准确的时候 全世界范围内 各个国家大选 经常都有市政的时候 但在这么多国家比下来 美国的民调的质量 相对来讲还算是比较高的 那么美国民调 之所以我们感觉到市政 它有一个独特性的问题 就是它的选民票 跟选举人票 两个东西既有相关又分离 那么民主党的选民票 一直是多的 过去几次大选 不管是输还是赢 民主党得到选民票都多 但问题是 共和党所在的红州 它的这个选民少 但是它的这个相对来讲 选举人票它多 就每个选举人票 对的选民票 它反而少 就导致了这个背离的现象 就我们不能说民调失真 民调它又不足之处 但是它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不然我们怎么参考 所以刚才其实已经谈到 那个民调 与那个什么国彩 其实国彩业 它也是依据民调的 只是讲它依据的民调 可能是它自己更喜欢的 这个民调 你看2020年的这个 民调结果跟国彩业的结果 差不多的 都说拜登赢 所以今年我估计 也差不多这个样子 好的 谢谢两位专家带来分析 这个竞争越来越紧迫了 在最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还会不会出现 所谓的十月惊奇 下节目来继续分析 我见 这边是什么样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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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子 也就是说 这个竞争越来越紧迫 欢迎回来 截至北京时间11号晚间8点 Google News的热搜显示 有关美国大选的相关话题 受到了多地媒体的关注 美国媒体热搜榜前三位 都是和这次风灾 以及2024大选相关联的 排在第一位的是 佛罗里达州的最新灾情 第二位则是特朗普 在俄亥俄州民调领先哈里斯 而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在民主党竞选集会上 五次批评特朗普 相关新闻排在第三位 中国内地媒体在国际板块 聚焦的是日本首相石破茂 不参加靖国神社相关祭祀 另外乙军行动令到美国进退维谷 和普京11号会见了 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洋 相关的报告分裂第二位和第三位 有关美国两岛围绕飓风 打口水仗 相关的新闻排在第五位 好 再来看香港媒体 乙军在习贝鲁特 造成超过20人死亡 相关消息最受关注 而拜登批评特朗普散布谎言 影响救灾 相关新闻排在第二位 第三位则是有关泽连斯基表示 2025有望结束俄乌战争的新闻报道 好 有关美国大选的选情 我们来继续请教的是 外交学员教授苏浩先生 现在距离最后投票不到 一个月的时间 两个人的民调咬得非常紧 大家都很好奇会不会出现十月惊奇 你觉得今年影响美国大选最关键的因素 可能是什么 我觉得今天最关键的因素还是美国国内政治 还是美国国内的经济的状况 那么从过去一段时间以来 在民主党的领导度下 更多的美国的这个优势 好像体现在是在他的外交上 拜登政府似乎在外交上 无论是在俄乌战争当中 还是在现在的印太战略框架当中 似乎拜登在积极地进去 发挥很大的作用 使得美国再次回到了 在国际生活当中 他在西方世界当中的一个主导性的地位 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的外交上是得分的 那么这个得分 可能对于哈里斯来说 也会起到一个正面的影响 但这种影响的目前来看 似乎在逐渐地在减弱 尤其是在中东 在哈里战争当中 美国的这么一个过于的偏向 而导致在美国国内 造成非常大的一个政治问题 就是把这个国际问题 变成一个政治化的国内问题 所以由此来导致最近一段时间 美国国内也把这个哈里问题 也做出一个国内的一个反对政府 进行抗议的一个议题 那么政治方面 可能在外交上 也会给哈里斯国 造成一种消极的影响 那么目前来看 当然更多的是在美国国内政治 和国内经济状况 从过去一段时间以来 随着美国自身的经济 它的加息一定程度上 对它的股票有积极的作用 但是因为它的通货的膨胀 价格的上涨 给一帮普通老百姓 就是造成了非常大的一种困扰 它的经济状况 经济的收入状况 其实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个状况 我想可能对于民主党来说 对于哈里斯来说 也同样会造成消极的影响 所以一定程度上 尽管在两党当中 它有相对比较稳定的 这么一个支持的 这么一个基本盘 但是中间摇摆 无论是摇摆的州 还是一些中间的选民来说 确实一定程度上 会造成他们的取向的一个作用 这个作用来看 目前来看 确实对哈里斯会造成 越来越凸显的一种变化 一种消极影响 好 来 张阿东先生 我们说到十一位惊奇 就是指距离美国大选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会突如其来发生一些事情 最后让结果翻盘 那我们看到特朗普 就是当年就遇到了新冠疫情 应对不力 结果痛失宝座 今年我们虽然看到 就是民主党在很多方面 暴露了缺陷 但你觉得特朗普来说 现在最大的变数是什么 就目前一些这个常态性因素 像我们过去关注的移民问题 什么经济问题 已经成为常态 双方已经四级力敌 它不会成为这个新的十月惊奇 如果要发生重大变量的话 我想有可能猜测一下的话 如果会发生的话 第一个在国内 会不会发生与非法移民相关的 重大暴力案件 甚至是恐怖事件 那么如果发生了 那这对民主党将会是重大的打击 对特朗普将是重大的利好 那么在国际方面 中东局势会不会有特别剧烈的变化 那么如果有的话 有可能会对这个美国的中东裔的选民 造成严重的心理冲击 那这个也有可能是对民主党不利的 所以我想如果有十月惊奇的话 你可能就是这几类这个十月惊奇 因为我们知道今年的这个大选特别焦灼 其实不需要特别大的事件 很小的事件都有可能改变结果 所以今年的变量确实是比较多 非常焦灼啊 很小的变量都可以影响最终的结果 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和记者 围绕美国飓风以及美国大选选情 为我们做的深入解读 也谢谢收看凤凰全球连线 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